金星 江湖人称金姐 因其激励而走心的主持风格而十分火热 众所周知 金星年轻时是一个男人 还是经历过变性手术之后 才成为现在人人之道的金姐 而她身为男人的时候 还曾娶过一个妻子 她就是肯夫林 在金星23岁的时候 在纽约的认识了一个叫做艾瑞克的男子 和她的女朋友肯夫林 三个人关系非常不错 而彼时还是男儿生的金星 依然是一个小姑娘的星星 因此和肯夫林全当闺蜜一样的相处着 某一天 肯夫林对金星说 想要租一下金星在纽约的房子 谁知金星开口就说了一句玩笑话 可以啊 不如我俩结婚 你免费入住我的房子 而我也可以拿到美国的绿卡 谁曾想的肯夫林竟然一口答应 于是从法律上来说 金星和肯波林就成了夫妻关系 但是当事人却这样描述当时这种感情 在我看来 我们俩这种关系根本只是当时年轻时开了一个玩笑 谁也没当真 天哪 要是放在现在的中国 怕是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吧 要说老万 就是思想开爆呢 后面还有更劲爆的呢 肯波林和金星登记结婚之后 却并没有和自己的男朋友分手 而是和自己的男朋友依旧住在一起 三个人也算是和可美美的过完的大学生活 一直知道金星成名回国 他与肯波林的夫妻关系都没有终止 直到十多年后的某一天 金星在泰国进行演出 接到了一通来自肯波林的电话 肯波林在电话的那一头说 我已经怀孕了 并且打算和我的新商人结婚 所以我们离婚吧 于是金星与肯波林 很快办理了离婚手续 结束了这一段荒谬的婚姻 据金星说 当时办完离婚手续后的 他感到一身轻松 很快接受了变形手术 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看到这里小编不由都说一句 厉害了我的金姐 正好 志愿者落地